是的 什么角色都能保证一脸到底 自从Nano Banana的问世 人物一致性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聪明的你看了这么多影片 一定发现了大家测试的对象 都是珍珍和产品 Whiskey的新功能 貌似解决了这件事 今天我就要挑战他 用最难搞的动漫角色来测试 如果他能成功 我直接给他磕一个 点好订阅收藏赞 我们马上出发 真的是你 别浪费时间 来吧 GoogleWhiskey这次的更新 背后整合的就是传说中的Nano Banana模型 点进去之后 也是一个很简洁的工作台 与其他AI工具有区别的是 左边他把主题 场景以及钥匙都区分开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第一次测试 我随便挑一张女生的照片上传 他提示正在帮我们分析图片 我估计应该是分析提示词之类的东西 呦分析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嗯 果然不出我所料 看来他是把这个美女的正反面都分析了一遍 果然还是很贴心呢 我们输入一段简单的提示词 注意 为了确保人物精准的可以参考原图 我们在右边这里把种子给锁上 最后点击生成 等待大约一分钟 结果就出来了 点开来看一下 Nano Banana 根据提示词 甚至把原图画面没有的衣服都生成出来了 你怎么没刷了一点 我看呢 我们再来试一个静静的 再来一个轻微改动的 这太稳了吧 关键是 无限次使用 这块真的很划算 但俗话说的好 真人生的好 动漫不一定行 他说的对 那我们就来第二次测试 上传一个动漫形象 让他骑着摩托车在海边飞驰 射车出来对底下看看 Nice 无论是脸型 衣服都保持一致 只是纹身上有一丢丢的差别 再让他拿着武器战斗 依旧是同一个角色 这代表我们完全可以用它来创建一个AI动漫故事 还有高手 有了图片如果不能让它动起来 这也太没有Google的风格了吧 没错 它有一个添加动画的功能 悄悄告诉你 这里整合的是VIO3 我们只需要写一个提示词 等它生成就OK了 我也生成了真人版的 放出来 让大家看看 一个谷歌账号在威斯克里只能生成五条影片 可以看到我到现在只有一条影片的机会了 然后我们正常的填写提示词来生成 你会发现结果是生成不出来的 没关系我们把账号退出然后重新登录 进来以后点击我的媒体库 你就会发现 这支影片依然在你生成的结果里 可以看到我这个账号在今天就生成了这么多影片 这肯定是超过五条了 这就是一个卡巴格的状态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也算个有趣的发现 大家赶快去用起来 好了今天的实测差不多到这里 Whiskey的这个一致性功能 无论是真人还是动漫角色 都能做到高水准的同一角色 多场景生成 虽然偶尔会出bug 但已经足够让创作者玩出花了 如果让你用这个AI功能创作一个故事 你最想生成什么样的角色 在评论区告诉我 下次我可能就帮你实现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我会持续带来最前沿的AI新玩法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啦